日皇牧师分析他预备主日信息及港道的方法 原来日皇牧师独有的港道方式 是源于他与生区内极之敏裕的感官 只是这种敏裕感官在他未信主之前 却相反是他人生中的最大弱点 使他的内心比上人更容易偏向消极和受伤害 甚至别人不好的态度 眼神和面部表情都会容易令他感到困扰和痛苦 因而令他的人生常常被情绪控制 随着日皇牧师决自信主后 他着手按着圣经的吩咐 保守自己的内心 胜过保守一切 使自己的内心不再被情绪控制 令内心性格更似神 成为合乎神标准的器皿 只是大家可有想过 怎样的人才算是情绪化呢? 我们如何分辨一个人的感官是情绪化 亦或是个性感情丰富呢? 原来情绪化的人 是将去敏裕的感官和丰富的思维 全都用在负面和消极里面 并且受情绪影响 容易三心良意 心乱如麻 情绪大上大落等等 日皇牧师决自信主后 调制自己敏裕的五观和感觉 不再走向消极后 他的情绪就不再变得情绪化 混乱和消极 也不再着重自己本来敏裕的感官 甚至 当日皇牧师信主后 他选择不再着眼于自己的利益和感受 在人生中 单单寻求神的旨意 不再为自己着想 决意离开自己的安舒和贪方便 反而 用自己敏裕的五观和感觉 留意别人的需要 使身边的人得着祝福 因此 当日皇牧师有机会开始分享广道 及建立石安教会的时候 他将这种遇生俱来的敏裕感官 运用在信仰和广道里面 使自己的思想 全部都走向积极 有建设性 为别人设想的方向上 结果 日皇牧师将自己的思维 训练得比别人丰富 原来 即使一个人非常软弱 充满缺陷 甚至心理上有不良病态 但只要信主后 将自己的弱点 变成圣灵的恩赐 成为一位圣徒级的侍奉者 其实 神创造我们的生命 是可以出现无穷无尽的恩赐 如果这些恩赐 一味只是发展在人的自私里面 是无法发挥出应有功效 就如日皇牧师信主前 只顾聚焦自己身上 所以 这种过分敏锐的观感 只会令他变得非常情绪化 但是 当日皇牧师信主后 选择走另一条路 他的情感 就变得比常人更丰富 运用在讲道时 每日皇牧师分享一些 令人感动的信息的时候 他就能够比其他人 更轻易带着丰富情感 感动别人 更容易让人感受到神的爱 甚至 在思维和执行上 这种敏锐的思想 也会令华牧师预备信息 比别人更精密和丰富 感谢观看